谁如智慧人呢?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?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,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, 既指神启示,理当如此。 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, 不要固执行恶, 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 王的话本有权利, 谁敢问他说, 你做什么呢? 凡遵守命令的, 必不经历祸患,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。 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力,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。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, 因为将来如何, 谁能告诉他呢?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, 将生命留住,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 这场征战, 无人能免, 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。 这一切我都见过, 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, 又使这人管辖那人, 令人受害。 我见恶人埋葬, 归入坟墓, 又见行正直式的, 离开圣地, 在城中被人忘记, 这也是虚空。 因为断定罪名, 不立刻施行,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 罪人虽然作恶百次, 倒想长久的年日, 然而, 我准知道, 敬畏神的, 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, 终究必得福乐。 恶人却不得福乐, 也不得长久的年日, 这年日好像眼儿, 因他不敬畏神。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, 就是义人所遭遇的, 反照恶人所行的, 又有恶人所遭遇的, 反照义人所行的。 我说, 这也是虚空。 我就称赞快乐, 原来, 人在日光之下, 莫强如吃喝快乐, 因为他在日光之下, 神赐他一生的年日, 要从劳碌中, 时常享受所得的。 我专心求智慧, 要看世上所做的事, 有昼夜不睡觉, 不合眼的。 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, 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, 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, 都查不出来。 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, 也是查不出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